觀眾朋友帶你來關心 今天立法院內政委員會針對了選罷法部分來進行審查 不過從今天一早到了現在 真的是好幾波衝突不斷 而在今天下午準備要開會之前 原本的內政會議室是二零二的部分 沒想到在門口突然被張貼了一張紙條 也就是說這個會議要改到旁邊的會議室 也就是二零一 當時的二零一正是國民黨正在開黨團會議 不過民進黨就質疑了 這一張公告上頭是隨便潦草寫下的 而且沒有蓋這個印章的部分 甚至也不是正式的公文 因此民進黨委員就是直接來到二零一的部分來抗議 不過沒有想到其實前門跟後門部分 通通鎖起來 包括省引了五個小時的招委高金素門 也帶著一票 原本是內政委員會的議事人員進到了裡頭 當時前後門鎖了起來 因此民進黨的委員是不斷的敲門 最後門打開了雙方為了攻占主席臺的部分 還一度扭打成一團 帶來看一段稍早畫面 當時在二零一的會議室裡頭全部打成一團 幾乎每個地方都爆發了推擠跟衝突 甚至有的委員鞋子還掉了下來 不斷的扭打的過程中 有好幾位委員都有掛彩的情況 不過民進黨的立委賴榮就表示 他在主席臺部分撿到了一張紙條 是來自於許宇貞寫的 他提案這部分要停止來討論 如果沒有什麼問題的話 要直接強行進行表決 因此賴榮就表示 如果當時沒有民進黨擋下來的話 恐怕再重演當年的半分鐘事件 以上是在立法院最新